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伯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安装了PPP中的一个公共模块扩展 也就是操作MamiCatch的一个扩展 对不对 大家在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64位的 一定要下64位的扩展 我机器是32位的 我用的是32位的扩展 不然的话它识别不到 这点需要大家注意 这点课咱们看一下 利用咱们上节课安装的那套扩展 咱们在PPP中咱们操作MamiCatch的服务器 对吧 就和我们客户端操作的方式一样的 我们得先连接上 对吧 然后我们再处理增上改查 当然它也不用用户名号密码 好 我们打开我们PPP程序 看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手持 既然是MamiCatch 我们用面向对象的方式操作 对不对 所以先看MamiCatch类 我们首先得需要创建对象 对不对 创建对象 你看这里边好像还没有什么构造方法的信息 对不对 咱们就不用构造方法 对吧 直接创建就行了 MEM等于New MEMCCH 看到了吗 如果用MamiCatch的D的扩展 装的是那一扩展 加个D 听了吗 对 就打得区分开 第一步就是什么 创建MamiCatch 对象 对不对 那创建完对象我就可以操作MamiCatch了吗 你还没确定连接的是我的机器 还是妹子的机器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是不是第二步的连接 连接上连接MamiCatch服务器 如果就连接一台 非常方便 怎么连接呢 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有一个方法是不是就是连接的方法 对不对 连接的方法这里边 其他的就不看了 咱就看头两个材料就够了 什么呢 主机和端口 对不对 如果想连接MamiC的服务器的话 我们就指个MamiC的那个机器的IP和端口就行 对不对 后边的是一个超出时间 看一下 主机端口超出时间就是连接持续多长时间 单位秒 默认为一秒对不对 修开此值之前请三思 过长的时间连接可能会导致失去所有的缓存的优势 对不对 也就是让他一秒之内或者什么时间连接上连接不上就不用 就这意思 对不对 多长时间连接 所以咱们这一时咱就不设置 这里边不告诉你请三思了 对不对 那默认是一秒 那咱就这样去做一下 好连接怎么办 M-M里边有一个Conect的方法 对不对 第一个三手 比如说连接本机 那我本机的IP 大家看一下 IP 看下我本机的IP是多少呢 是192.168.1.190 对不对 那这是我本机的 本机我可不可以用Loghost的 可以吧 这都可以 或者你有域名 用域名也行 端口是11211 咱们说过的 默认端口对不对 这就连接上了 那用完之后 我是不是得把它关掉为好 所以呢 在这里边我们还有一个 MamiCatch 这类里边 我们还有Close 看到这个方法了吗 不用擦 反正不是成真假 对不对 对 关闭MamiCatch 服务器连接 如果是持久连接的话 它不会关闭掉 因为持久连接 是不用 不用关闭的 对不对 咱们现在用的 不是持久连接 关闭 因为MamiCatch 有持久连接 MamiCatch 没有 关闭连接 Mem里边有一个Close 跟MaiCatch 操作过程差不多 对不对 比那也太容易 然后中间的过程 就是我们增删改查 这几个了 对不对 就是操作了 我们首先往里边 添加一个数据 你看 容不容忧 添加这里边 我们直接用这里边 谁啊 ADD就可以 这里边函数 你不用全用 知道吗 用个别一些就行 比如说ADD 看到了吗 先分析一下它的参数 反归值是布尔星的成功失败 对不对 第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往数据库添加的键 对吧 键必须是一个字幕串 自己起的 起什么用都行 值可以是各种质 对吧 速度行不行 对象行不行 对吧 所有的类型都 然后这块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对吧 标志这个标志什么意思 是压缩用的 对吧 使用它标记对数据库进行压缩 什么这辣不压缩 压缩什么意思 因为你存的数据的话 如果压缩的话是不是容空间变小了 对不对 尊重 它会有一个判断范围 你存小的字幕串 ABC 或者什么几个字幕串范围 那没有标压 所以到应用量的时候 它会自动用这类的压缩 听懂吗 这样的话能节省我们内存的空间 一般的我们这只都使用这个词去做的 我先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第四个参数 就是什么 第四个这都是科学 对不对 是不是一个过去时间 就多长时间存在这儿 对不对 那这会儿时间 当写入缓存时间失败 你看 当写入缓存出去 就是失效的时间 如果设置为零表明永远不过期 就是一直在内存存着 除非你重启了 对不对 重启麦没开始 或者重启什么 咱们的操作系统 对不对 那设置是U 那个时间做 它是一秒没单位的 你写10就存10秒 写100就存100秒 写零什么呢 永远不过期 对不对 但是这个秒数 它是有一个什么 是有一个临界点的 什么临界点呢 如果你超过这个秒数 也就是30天 它就会变成时间优错了 所以有的面试题会说 添加数据的时候 指定31天怎么指定 你不能写31天的秒 对吧 那是当时间优错算 还没到现在的时间 对不对 那你就 换成时间优错的话 你就得怎么办 如果超过这个秒数的话 你就得当天时间 再加上超过31天的秒数 让它变成全时间优错 才可以 知道吗 比如保存两个月 对吧 你就不能写秒数 明白这意思吗 返回真价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存 我先存一个普通字幕串 咱们看一下 再存一下其他的格式 看MEM里边 我们用ADD 写个键名 我叫做1 行不行 就自己写的变成名 值呢 这叫做什么 这是MEMC CHE的测试 行吧 是不是一个字幕串 第三个参数 我采用什么 压缩使用这个长量 对吧 第四个参数 我指定 比如说 100秒 1000秒 对吧 如果你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指定7天 一天是60乘以60 这是一小时 对对啊 再乘以24这是一天 再乘以7这是7天 对不对 如果你只能31的话就不行了 最大值是不是30天 对吧 如果只能31就变成时间用错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用 time加上这个值 才可以 听着吗 如果只能0的话 永远不过去 那我这样一操作的话 如果成功的话 那么我们数据部里边就有了 对吧 1 这个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连接成功失败的话 我们是准客户端的 但是我们先访问一下 test.peerp 访问一下 没有出错 对不对 没有出错 我那里面有提示 那看存不存进去 我们就这话 用tirelight连接 loghost的本级的11211 连接一下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使用 回车一下 get1 这是原来存的值 对不对 我得把它删掉 对吧 现在在get1有值吗 没有吧 因为我添加原来有数据的 他就不会把原来件给不盖掉 因为我用的是ID 再刷新一下 我这回再get一下 你看 是不是这是一个卖卖开始测试 是不是存进去了 那如果我这块添加的时候 添加的 这个 如果咱们说添加 咱们自己在命中添加 是不是必须得指定一个长度 对 这里边不用指定 假如这个还是让你去写的话 你能不能获取它的长度 是不可以 对 那我再往里添加一个数据 比如说 添加一个兔 对吧 值 A R R A Y 里边存个数据 111 222 333 怎么 当然二位数据什么都可以 第三个态数 然后我这零永远不过去 看一下 我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又存进去了 数据它也能存 对象也可以存 什么类型都可以存 get to 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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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来这几个值都有 对不对 我正好用一下 F L U S H A R R 我全刷一下 对吧 然后我再刷新一下 这样漫画图就都图形了 get one 有这个对不对 get two 你看 是不是它给我们序列化存了 对不对 这种序列化的格式 数组 咱们有序列化的格式 对象是不是也有 对象我们也可以存 就是各种类型我们都可以往里存 比如说 MDM 看一下 ADD 存一下 TH IE3 这话我们要存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 我们就得在前面等到 class 比如说 test 这里边有个public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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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等于1 b等于2 c等于3 我觉得简单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类 对不对 那这块把对象存在 new test 对吧 猜出 然后保存压缩 永远不过期 当然了其他的整数也是可以存的 对不对 ADD 比如说 FOR4 存100 永远不过期 0 我存4个各种类型的值 对不对 来我们试一下 当然了我得访问一下 是不是才可以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get THIE3 3 3 对吧 get FOR 100 是不是都存进去了 所以我们这里边 不同的值 类型都可以存进去 那这是操作的添加 对吧 那假如说我想改值呢 比如说我再添加一个MEM 1 1 ADD 我再添加一次1 有用吗 没有 用ADD 这个它不会修改原来的值 这里边 比如说 这是一个DEMO 是把奏色改掉了 然后保存 比如说10秒 1000秒吧 1000秒吧 对不对啊 小心一下 这块用 get1 看一下 是不是MEMICARE TEST 还是原来的值 没有改变 但是如果我这块换成SIGHT 看到了吗 对 它就是 你看我SIGHT 我重新写几遍 先去看SIGHT1 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原来有这个见值 有这个见值 它就会把原来值改掉 看一下 get1 是不是这是一个DEMO 把值给改掉了 如果没有这个变量 比如说SIGHT FIVE 这个变量没有吧 对不对 那我们再试一下 小心一点 它就会新加数据 get FIVE 对 是不是新加的数据 对吧 这就是我们添加数据SIGHT和ADD 能分清楚了吧 那另外SIGHT还有一个别名 什么别名了 就是REPLACE 这个跟SIGHT是一样的 我就不多说了 那有12值有没有取值啊 有取值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这里都存进去了 这几个我就不用了 对吧 所以添加值是ADD 修改值是SIGHT 参数是一样的 那取值我们可以用谁啊 这块你用盖一下 看一下 我可以怎么取值 这块用这个 一大拨吧 你连看类型 看一下 直接传一个箭值就可以 比如说ONE 对吧 我们就可以 你看原来都注了掉 因为在内存里应有 是不是 是不是四五串啊 其他类型怎么存进去的 它就怎么取出来 非常的方便 格式都没给你变化 这样啊 我这几个值全取出来 one two three three 看 好像少个for 对不对 你看五个值我都可以取得出来 而且是数组类型 对象类型 自无串整形 对不对 我存的是这个类型 取出来的还是对应的这样类型 有存互取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这些就比较方便了 嗯 那有 这几个值有了 那我们还可以干嘛啊 看一下 我们是还可以删除啊 对不对 还可以同样还可以删除 那么什么呢 当然我对获取值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细节 你看啊 假如说我这里边 获取值的时候 我这里边可以放个数组 比如说我取one 和fix 他反映就是一个速度 你可以一次取多个从里面 那我们试一下 你看 嗯 是不是这两个都取得都是纵串 反映是个速度 这是取值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 这是方法支持的对不对 对 这些方法都比较简单 那删除呢 就是mdm里边有一个 dret删除 只要穿一个鉴质 比如说one 那我们这里边 删心一下 我们这里边在get one get one 这就没有了 对不对 删除 但是删除我们这还可以怎么办 比如说 2 这话我们后边传个时间 传个十 什么意思呢 十秒内删除 嗯 如果穿零的话 怎么呢 立即删除 嗯 分心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兔也没有了 对吧 嗯 没有的也知道 这就是我们 嗯 增删改查的一些方法 当然了 我们这里边 如果你想清除 所有的有没有呢 这里没有清除的方法啊 对 这个 对吧 所以我一掉这个 就可以全清除了 这个方法 现在 我再删清一下 那你这里边 你就get one get get three 对不对 get four 就全没有了啊 那我们平时记 只记这些就够了 刚才我写那些 其他的你都不用怎么去记 对吧 当然了比如说你想获取状态 你直接一掉这个方法就行了 对 对不对 然后就返回那个状态的值了 比如说其他的都是不常用的 但是呢 你都可以用到 比如说这个 这个方法什么 自增一个元素 你写哪个件 这个件默认就自增一 你改成几 就自增几 嗯 对吧 就像取出加一再进去 明白这意思吗 嗯 如果你想历存你的哪个整数加加 那你这块就把它借放在这块 掉一堂就加加了 对不对 非常的方便 或者加紧 后边可以写这个值 你看 但是不要再经过压缩的存储原则 使用这个 因为这样会导致后续的get 掉落失败 对吧 所以用这个的话就不压缩 明白吧 嗯 好 好 这就是我们这几课现在的内容 在PPP中操作麦米Catch 对 好 谢谢大家 这几课就到这里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联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